一人敌一族,居然有人凭借一己之力,在顷客之间败了他们一族之众,这实力实在是太过恐怖了,让人简直难以相信,这黑袍青年的实力,恐怕族已与那五族相媲美了。 前有五族,后有炎帝,这大千世界涌现的天天子骄子真是层出不穷,而在这些天子骄子的崛起之时,也需要一些垫脚石。 可没想到的是,他们火灵族,居然便是这位炎帝的垫脚石,他们见证了天子骄子的崛起,却同时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,炎帝,硝烟。 无数道目光皆是注视着那道黑袍身影,嘴中喃喃,似是要将这个名字永远记着,今日完全碾压的一战,他们恐怕是一生都难以往怀。 好小子,我火灵族举全族之力,竟然还奈何不了你,我火灵老祖今日便来看看,你到底有多强。 正在众人震惊之时,一道苍老的怒声,从那一座高耸入云的火红色巨塔中传出, 老祖,居然被惊醒了。 听着这突然响起的声音,火灵族众人先是一针,随后眼中便是露出狂喜之色, 居然是他们火灵族中,一直沉睡的火灵老祖,那可是传说中已经踏足圣品天之尊的超级强者耶。 看来这一次他们火灵族又燃起了希望,熬炎的眉间轻挑了挑,也是感到了一股极为恐怖的气息正在苏醒, 旋即只见一道火红身影,顿时从那火红色的巨塔中飞射而出, 瞬间降临在了广场的上空,那位老者一席宽大的麻衣,看起来极为的普通, 不过却让人根本难以窥探其修为,到了这种反扑归真的地步, 可想而知这老者的实力是何等的恐怖。 想不到大千世界中竟然还有此等后辈,当真是我大千之谢。 火灵老祖在硝烟的身上扫了一眼,便开口说道,那份赞许之意不加丝毫的掩饰。 不过,你今日如此大闹我火灵族,这事自然不可能就这样算了, 今日若你打败我,谷地之言便归你,我无话可说,若是败于我, 你将被囚禁在我火灵族百年时间。 火灵老祖画风一转,沉声道,安后话音一落,火灵老祖袖袍一挥, 一道空间大门悬浮天际,而后他率先掠尽其中, 自然是不想在火灵族动手,免得火灵族遭受灭顶之灾。 变状,硝烟目光微微闪烁,想不到火灵族居然还有这等强者, 不过如今已经将他惊动苏醒,不解决掉,恐怕硝烟也是走不了, 随后身形一闪,迅速掠进了那空间的大门之中, 见到火灵老祖与硝烟掠进那空间大门中, 广场中的火灵族众人皆是面带习色, 今日这硝烟恐怕是走不了了。 不过,一个时辰后,当火灵老祖与硝烟再次出现后, 火灵族的众人便是直接傻了眼,只见硝烟的手中此刻正拿着他们的圣火, 古地之言,磁火圣火榜排名第三,其颜色乃是金色。 散发出极为恐怖的火焰气息, 看到磁火如同见到了火焰之中的帝王, 众人面面相聚,脸庞之上早已布满了难以言说的震撼之色。 这说明什么? 结果不言而喻,他们的火灵老祖也败了。 但是他们的火灵老祖乃是圣品天至尊, 早已踏入圣品之路,而是就算这等巅峰的超级强者, 依旧不是黑袍青年的对手, 直接是让火灵族上下所有的族人都震惊失色。 黑袍青年究竟是强大到了何种可怕的境界? 多谢火灵老祖亏赠了,硝烟告辞。 硝烟用地言将古地之言包裹着, 对着火灵老祖抱拳说道, 随后便是飘然而去, 火灵族的所有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黑袍身影离去却无法阻止。 死死不凡,死死不凡啊。 看着硝烟的飘然离去, 火灵老祖忍不住地长叹一声摇了摇头, 而后身形便是一闪, 静直地掠回了火红色的巨塔之中。 而广场上的火灵王等人皆是一脸呆滞久久未散, 天地在此刻, 如同死一般寂静, 当硝烟离开火灵族之后, 仅仅一夜之间, 一个震撼人心的名字, 便如同风暴一般席卷着整个浩瀚无尽的大千世界, 让得大千世界为之轰动。 炎帝,硝烟, 然而霸气地称为,之所以这个名字让人无比地震撼, 原因很简单, 因为这个硝烟, 仅凭一人独闯火灵族, 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火灵族, 最后, 这位硝烟展现出了强大的雷霆手段, 彻底碾压了这个敌运极为雄厚的古老种族, 一人敌全族, 这般辉煌的战绩让得大千世界的无数之人都为之惊叹不已, 听说那一战, 火灵族举全族之力都无法撼动那道瘦削的黑袍年轻身影, 以后, 更是惊动了火灵族中那位沉睡的火灵老族, 这位火灵老族的实力传闻已经踏足圣品天至尊, 然而就是那般传说中的巅峰超级强者, 都未能阻挡那位黑袍年轻人, 最后只能任气夺走火灵族阵族之火, 古地之言, 飘然而去, 被这个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年轻人, 顿时引起了大千世界无数目光的关注与注视, 数月前, 五祖将冰灵族搅得天翻地覆, 一时间轰动了整个大千世界, 而没想到的是仅仅只割数月时间, 这个自称炎帝的年轻人, 便是夺走火灵族的镇族之火, 最后还飘然而去, 可是在挑衅大千世界这些实力底蕴极为雄厚的古老种族的威严吗, 简直令人不禁扎舌, 而且众人还听说, 这位炎帝也是来自于夏卫面, 不用置疑, 听到这个消息后, 在大千世界中又是掀起了一番不小的轰动, 居然又是一个来自夏卫面帝年轻人, 这, 让得大千世界无数的天之骄子情何以堪, 当时一个五祖便让他们感到羞愧不已, 没想到如今又冒出了一个炎帝, 这实在是太打击人了, 夏卫面帝这些天之骄子, 向来为大千世界人所不止, 然而这一次, 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些来自夏卫面帝天之骄子了, 要知道, 炎帝, 五祖, 即便放在整个大千世界之中, 也是万年难遇的天之骄子, 他们的光芒足以令的大千世界, 所有年轻一辈都黯然失色, 然而此等天之骄子, 却出自低级的夏卫面, 如何不令人惊叹不已, 恩帝之名迅速响彻整个大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, 让得大千世界的动人纷纷打听这位年轻人的事情, 很快他们便打听到了一些有关于炎帝的事情, 这位炎帝如今是圣罗大陆, 一座超级势力圣火天宫的公主,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, 无数大千世界的天骄脑海中第一个想的念头便是, 加入圣火天宫, 他们已经见证了那位五祖的崛起, 五祖一手创建的武器, 已然成为了大千世界中的一方超级霸主势力, 所以他们丝毫不怀疑, 这炎帝的圣火天宫不久后, 必然也将会是屹立在大千世界中的一方超级霸主势力的存在, 此时, 趁圣火天宫还未崛起之前, 定然要提前站好队伍, 他们已经错过了武器, 如今自然要牢牢地抱住圣火天宫这条大腿, 因此, 以时间无数大千世界的天骄, 纷纷从四面八方涌向圣罗大陆, 令得这座大陆有了前所未有的热闹形象, 无数至尊强者呼啸而来, 即便的至尊强者也有数百, 甚至连天至尊也有着数十人, 如此多的超级强者纷纷涌入圣罗大陆, 也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, 而这些强者的方向很明确, 那便是圣火天宫, 而那些原本是圣罗大陆上的几个顶尖势力, 自然早就看准了时机, 如今圣罗大陆出了这么一个天之骄子, 他们自然要抢占先机, 全都宣布要加入圣火天宫, 要知道, 圣罗大陆的几个顶尖势力都要宣布加入圣火天宫, 那些小势力自然也都纷纷紧随其后, 所以, 一夜之间, 圣罗大陆直接炸了, 原本无数势力纵横的格局, 顷刻间被打破, 而如今, 圣罗大陆出现大统一的新局面, 圣火天宫荡之无愧地成了圣罗大陆唯一的主宰者, 一座超级势力成为一座超级大陆的主宰者, 放在整个大千世界的历史中, 能做到这一步的, 也只有寥寥数人, 去知可数, 而今, 又一位天之骄子横空出世, 再一次完成这一场空前浩大的壮举, 天地, 萧炎, 这么多势力以及强者的加入, 也让得圣火天宫, 一时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忙碌之中, 如今的圣火天宫如同一台大机器一般, 昼夜不停地运转着, 而那引发着一切轰动的当事人萧炎, 却是当起了甩手掌柜, 从火灵族回来之后, 他只在圣火天宫中漏过一次面, 将宫中所有事物甩给圣云尊哲以及冷霜尊哲之后, 他便来到了圣池中再度闭关, 对此, 圣云尊哲以及那冷霜尊哲自然不敢多说什么, 对于萧炎, 他们只有幸福, 一人碾压一族, 这般战绩, 他们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, 但是一想到这人是他们的公主, 他们便觉得非常的荣幸至极, 萧炎当着公主, 不足一跃, 但是却为圣火天宫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耀, 圣罗大陆所有的势力纷纷归顺, 这般浩大景象, 他们之前根本无法想象, 然而如今, 这一幕却真实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了, 简直犹如梦幻一般, 圣火天宫的众人虽说在昼夜不停地忙碌着, 但是他们却并不觉得辛苦, 甚至, 他们因为自己是圣火天宫之人感到无比的荣幸, 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位公主, 如此年轻, 名声便已经想撤整个浩瀚无尽的大千世界, 但凡是男儿, 想想便觉得热血沸腾, 但凡是女子, 想想便都心生爱慕之心, 圣火天宫的众人虽说忙得不可开交, 但是在圣云尊者与冷双尊者的全盘指挥之下, 一切都整合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, 那些想加入圣火天宫的势力, 他们没选择全部接收, 而是设下了严格的选拔制度, 对于那些烂鱼冲术妄图混进圣火天宫的, 则会被第一时间毫不留情地剔除, 当然, 在硝烟威名的震慑下, 也没有什么人不满意, 因此圣火天宫的整合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。 圣池 在那圣池上空此刻正踏空而立着两道郊区, 能进入这里的女子, 自然只有圣云尊者和冷双尊者, 此刻她们的美眸皆是静静地注视着下方的圣池, 如今整合工作已经不入正轨, 而此刻也正在宫中构建空间传送阵, 想必不久便能完成, 公主交代的事已经基本完成了。 冷双尊者淡淡说道, 如今万事俱备, 只待公主出关, 主持大局了, 只是不知道公主这次闭关需要多久, 郑云尊者点了点头, 美眸微微闪烁。 二人再度站在了一会儿后, 郊区便缓缓消失, 也不敢在此地过多地打扰, 大千世界, 极难之地。 五境 一方新生的大千世界顶尖的霸主势力, 虽说是新生, 但是五境在大千世界的地位却无人敢挑衅, 原因无叹, 只因为这里有着五祖坐镇。 五境之内, 五祖之威, 震慑乾坤, 五境内的一座高大山峰之上, 那里有着三道身影静静而立, 一男二女, 那为首的紫袍男子, 月至冤亭, 气息雄浑, 浑身透着一股难以言说的沉稳之气, 此人便是数月前一人独闯兵灵足, 搅得天翻地覆的五祖。 五祖左边的一道郊区, 一袭白裙, 气质犹如九天仙子一般, 不染尘世烟火, 一世独立, 虽有薄杀热面, 但是依旧难以遮住那张轻视俏脸, 这女子乃是五境主母之一, 灵青竹, 五祖右边的一道郊区, 不知为何浑身散发着一股寒冰气息, 倾洒在香肩的绣发乃是冰蓝之色, 俏脸同样貌美, 她那双眼睛极为迷人, 若是仔细观察, 便会发现, 其中还带着一丝俏皮之色, 这女子是五境第二位主母, 英欢欢, 五祖之所以独闯兵灵足, 便是为了她, 前有五祖, 后有炎帝, 大千世界可真热闹啊, 英欢欢看着五祖, 灵动的眼睛眨了眨, 而后轻笑道,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 那位炎帝, 我们应该见过一次, 一旁的灵青竹美眸微闪, 随即开口道, 声音犹如天籁之音, 数十年前, 在那未面通道之中与她有过一面之缘, 当时便隐隐觉了此人不凡, 没想到短短数十年不见, 她也到了这一步了, 五祖深邃的目光望着天际, 缓缓地说道, 这也算是惺惺相惜啊, 只是不知道, 五祖对上炎帝, 会如何呢? 一旁的英欢欢倾笑了下说道, 闻言, 五祖深邃的眸子中掠过一丝久违的火热之色, 旋即也是一响, 我也很期待。